今天會和大家看三個語言加對2022年的預測 第一個會先看法國的星象家洛查達瑪斯 他在這個語言價是非常出名的 而他之前很多語言都很準確 雖然不是百分百 但大部份重要的語言都實現了 那麼他對2022年的語言會是甚麼呢 第一個 大量流星和小行星會出現 這個也有機會是 因為其實這也是科學的東西 第二條 全球經濟陷入大蕭條 其實在我們可見到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他就說通貨膨脹指數長身高 其實現在2011年都有這樣的情況 可能2022年會更加嚴重 好 接著第三個 發覺會遇上洪水火災乾乾 這個也是挺有大話的 當然啦 有些事情發生的話再加上疫情 經濟到民生問題會爆發很嚴重 可能會有些暴動或者暴亂的事情發生 第四個 科技變得逐漸發達 嗯 剛剛這個 這個是大趨勢來的 國際關係很緊張 其實自古以來 人類歷史就是一部戰爭史 所以這個我覺得實中 某國國際領袖將遭親信暗殺世世 並轉為 哦 這個是比較像小時候會發生的 第七角 全靠氣候反常 浪作或虛禍的修成恐慮減 這個 也是會發生的 因為其實我們看到天氣的反常 那麼 浪動物變得越來越難 而人口的增加的話 會加劇這個 資源的分配 最後一個就叫做 變種病毒 叫做Lambda 和Kippa 那這件事的話 我覺得 有機會 而且是很大機會 因為 病毒不斷變種 接著我們看看 第二個很出名的 龍婆 龍婆是對 2022年有做出 六大語言的 其中一個就是 人類在進入 2022年後 會遇到另一個 來自西伯 尼雅的新病毒 這個病毒 是因為 氣候變遷的關係 而得到 信徒的蔓延 至於第二個 語言 就是 氣候問題 水自然會繼續短絕 以及 全球晶智 會繼續發生緊張 第三個 印度 會發生 飢荒 氣溫 然而高達50度 大批 蟲 會把所有狼狀物 就是狠食 殘盡 第四個 澳洲和亞洲 部份地區 會發生嚴重的洪災 第五個 地震和海嘯 就會變得很常態 這件事 就會造成 很多人命的損失 這件事 要大家留意 還有 第六個 我覺得 是最特別的一個 就是 2002年 就會有 外星人入侵 透過 一個小行星來 尋走地上 的生命 之後 就會把部分人類 露走 我覺得 這件事 真是 大家會比較容易記住 因為這個實在 是非常之特別的 第三個 就是 近來很出名的 印度神童 夏南德 他都有四個 語言 第一個 就是 防地產 會受到 衝擊 對於 要投資的朋友 要小心 第二個 就是 中人政治 會 變得緊張 還有 到了 三月 和四月 會有很多 相關的 政治衝突 美國和中國 都會受影響 第三個 就是 明年四月 雨量會特別多 很容易造成 洪水暴發 最後一個 就是 供應鏈會中斷 經濟和金融方面 都不會樂觀的 但 大概 到明年五月之後 全球才可以恢復 正常生活 啟原三個 預言家 對於 2020年的預測 他們 比較 指向一個方向 就是 氣候 仍然 急劇變化 從而 會引發 地震 和 洪水 天然 災難 飢荒 和 衝突 會 不斷 加劇 所以 2022年 是一個動盪的一年 大家 要 注意 在投資方面 要保守 可以持有現金 或者黃金 好像 各個央行 都增持了 不少黃金 至於現金的話 大家可以 不要持有貨幣的現金 可以持有大國的貨幣 例如 人民幣 或者 歐盟 歐羅 或者 美元 這些 可以分散 那 黃金 可以 多些考慮 但如果真的要買的話 可能 就比較建議 買 實金 上述 都是一些建議 大家都要自己獨立思考 不要 慢 重 聽信 今天分享到這裡 如果大家 喜歡的話 請訂閱 轉發 如果大家有什麼特別的意見 可以留言 或者想聽什麼特別的題目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這個是很歡迎的 今天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